哈喽 球迷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啊 这个今天继续带来这个两场世界杯预选赛的一个前真 啊 受伤比赛的话就是咱们这个英格兰啊 主场迎战安道尔的比赛啊 这个本周末啊 这个是预赛昨天也是进行了几场比赛啊 比赛的话这个 有好的也有坏的啊 像咱们这个预期的法国队啊 也是 艰难 这个是艰难 艰难战平 艰难战平乌克兰啊 别的球队而能打出这个相应的比分呢 英格兰啊 作为上个赛 作为这个上上前两个月啊 作为这个这个欧洲杯的这个亚军球队啊 如今英格兰在这个实力上面啊 也是在这个全欧也是在全世界啊 是是属在前列的一个队伍啊 一个顶尖的水平 在最新的一些打名单当中呢 除了哈利坎继续领先以外啊 林加德的回归 包括阿诺德啊 也是对球队整体啊 是有更大的一个提升的啊 芒特 菲利普斯 贝林 厄姆 格拉利斯 萨卡 斯特林啊 等等一众这个青年猜军啊 这个整轮是相当豪华 这个上一轮比赛面对这个渲望力啊 虽然上半场是没有办法 这个取得太多进球 但是下半场还依靠这个个人整体实力的情况发挥啊 是4比0完胜对手啊 比赛当中的话 斯特林 哈利凯 马奎尔 赖斯啊 都是分别建功啊 配合也相当稳固啊 防守端 进攻端 表现都是非常出色啊 如今的三十军团啊 看好在明年世界杯有一定的更好的发挥的啊 我们再看一下安道尔这边 安道尔的话是作为一个世界排名精进 只有156位的球队啊 在欧洲赛场上 无疑是一个超级于难啊 但在上一轮的诗域赛当中的安道尔却在主场创造了历史 以2比0击败了这个圣马利诺啊 圣马利诺虽然也不是特别强的队伍啊 赢来了这个队市场的第三次四育赛的一个胜利啊 也是本届这个四育赛的首场胜利啊 但是这个球队啊 他的这个球员啊 都是大部分球来自业余球队啊 所以说尽管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还是要享受其中足球的快乐啊 所以就目前本场比赛而言啊 就实力方面的话 英格兰毋庸置疑是更加好的一方面啊 而且是作为主场之力啊 相信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英格兰这场比赛赢球的问题不大 就是看近几个球的问题了 数据方面的话 英格兰对他的支持还是力度不多的啊 这样比赛的话 个人更倾向于比分啊 是一个大比分啊 3比0 4比0 甚至可以拿到其他比分啊 这个安道尔想从英格兰上拿到这个一个进球也是比较困难的啊 所以这样比赛看好英格兰完胜 如果大家想要更多赛事前瞻的话 都可以在评论区下方 给我留言啊 我这边也会给大家第一时间及时回复的 如果大家或者想要别的场次的一些赛事前瞻的话 也可以直接添加一下我的联系方式啊 就在我的主页上面 拜拜 谢谢观看